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啊清明节将至了 殡障业者就表明说 将会遵守政府颁布的限制行动令 取消一切的扫墓 拜祭的活动 富贵山庄首席行销长李解奇 今天接受当今大马访问的时候就说 他们呢会遵守政府发布的通令 清明拜祭等等的都会被禁止的 那这一段时间呢 是禁止主办一些宗教的相关活动 所以呢他们呢就鼓励了 在疫情蔓延的时候呢 一切以个人的健康呢 作为最重要的考量 今年的清明节呢 是落在4月4号 就是两个星期后的这个周六 一般上呢民众会从新明节 正日的前后十天 或者是前后十四天 两个星期陆陆续续前往扫墓 避免正日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担心太多的这个人潮 出现堵车啊 或者是人潮汹有的情况 这是相信大家都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经验 而清明节即将到来 我们华社的这些朋友呢 应该要认真思考 是否要在这一个时候继续的去扫墓 因为昨天宣布的行动限制力 也提到了这个宗教 运动 社会 文化活动都要暂停 而这个时候呢 穆斯林社会已经停止了 他们周五的这个祈祷 同时呢 基督教徒的周日 礼拜跟弥赛呢 也改在网络进行 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 那么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很快的就来到了 3月28 29 然后4月4号 4月5号 那么全国各地的义山呢 包括我们经常熟悉的 就是大伯宫廷啊 或者是这些骨灰打呢 将会是人山人海的情况 那李解齐呢 就表示说富贵山庄呢 是权力无休啦 那民众呢 其实可以在疫情结束之后呢 再来扫墓 他说对于扫墓呢 则可以改变一些败机的模式 比方说再加败机 那或者呢 是等到这个疫情稳定之后呢 再安排时间呢 前来击败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听从政府的行动限制令 遵守这个禁令 把扫墓的时间日期呢 稍微延后 尽量的减低人潮聚集的规模 让祖先在天之灵呢 也不必担心说子孙的这些安全 大家说对不对 那另外呢 吉隆坡广东益山的主席呢 李正光呢 也发表文告呼吁说 民众呢 不要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到益山去扫墓 应该改在呢 家中进行的 他就指出说 有关清明节的这个扫墓活动呢 广东益山呢 是呼吁民众呢 遵从政府的一切宗教级 聚集活动的指示 那尽可能就是避免在这段时间呢 前来进行这方面的活动 好了 那么他也呼吁民众在这个时候呢 留在家中击败 表达笑识 等待行动令解除之后呢 再前往扫墓 其实也不迟啊 而他也呼吁说 龙雪华人一山 以及全国华人一山 应该要遵守政府的这项指令 以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 那文告也表示 在政府呢 还没有发出进一步的这个指示之前呢 该组织的各个部门呢 将会继续处理呢 兵役事务 不过呢 将会暂停处理一些非迫切的事务 也停止呢 就是接待访客 那首相慕尤丁呢 昨天晚上啊 颁布了这个实施限制管制令呢 也援引了1988年 传染病仿制法令 还有1967年 警察法令呢 在全国的范围 禁止群众游行 或者是集会 那这一切的活动呢 也包括了宗教 体育 社交 还有一些文化活动 同时呢 也阐明表明说 宗教场所 还有商店呢 也将会关闭 当清明节 遇上了公共卫生课题 当扫墓 技术 碰上了行动 限制令的时候 我们应该 从公共利益为主 就从整个大局为主 那么扫墓的东西呢 其实可以延后进行 并不是说 在这个延后扫墓的话 就会影响到我们 相信 我相信不会出现 这一种的争议 那当然呢 更多关于政府 颁布的一些禁令 也要请你持续的关注 主编点新闻 当然还有包括CD Plus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